二零一九年到二零二零年之間 智利曾經歷經一場人民示威活動 當地稱為社會大爆發 從首都聖地牙哥蔓延到全國 有上百萬人走上街頭 不滿收入不均 生活困難 官員又貪腐等等 最後是以公投修憲作劫 而騷亂暴動事件之後 連續幾年 各國非法移民湧入 讓治安每況愈下 像我們的記者 這次走到哪 都被提醒一定要小心搶劫 我們採訪的台商 幾乎人人都遇過手機被搶 而且他們還形容 過去罪犯只會搶 但不會傷害你 但如今 魯人綁票都出現 也成為了當地發展的一大挑戰 那你 好 沒關係 然後你追他的時候 你懂 我拿一個椅子給你坐 那你有什麼東西掉了嗎 手機要搶 它是一個組合 它從上另外一台車 就直接開走了 位處智利首都 上帝牙哥的新藏區 親眼見證一潮機車搶劫 我剛來自立的時候 其實我晚上都可以出去散步 這幾年就是因為有很多外來移民 然後再加上疫情的關係 所以說很多是非法進來的移民 我們沒有辦法透過正常的管道 取得他的收入的時候 街上就會變得非常的混亂 我們接觸過的人 幾乎都有被搶手機的經驗 犯罪集團的組織綿密 連警察都抓不到 我們拍攝過程中 就再三被告誡要提高警覺 這個犯罪 有一間不鮮的高風險區 卻是充滿機會之地 正地牙哥最大的批發區 那它有賣成衣 有賣食品 有賣鞋類 百貨都有 旁邊就是智利的火車站 那基本上這邊也有所謂的巴士總站 東西南北雜貨匯集 光看街頭包裝垃圾量的多寡 就知道景氣好不好 一個聖誕檔期就能支付整年房租 多寇專角有個地標是台灣流行 趨勢商店 那邊就是台灣的米粉 然後這邊就是台灣的一些味噌 然後麵粉類的商品 然後調味料 蛋捲或者是那種 一枚狀元的煎餅 這種東西還有那種可口奶滋 是比較屬於我們很小的時候的味道 蝦味鮮 他們喜歡吃這種有點像 鹹鹹辣辣的味道 當地的人他們比較喜歡口味 比如說甜的就是要很甜 然後鹹的就是要很鹹 台灣古早味正符合智利人的味 鴻遍歐洲市場的台灣麻糬 南美洲也魂獻 水果口味賣到缺貨 西里畢竟是在南美洲 他算是資訊比較沒有那麼快速的一個地方 但是呢 歐洲其實發生什麼事 大概再過個一季兩季 這邊就會過來了 所以我們當時知道說 這些東西有在歐洲在走 那基本上這邊應該是有這個機會 當地人非常的不能吃辣 對 因為我們以前 我們剛開店的時候 我們有禁那個 芥末 然後我們有給 有員工想要試 然後我就說這個非常非常的辣 連我們台灣人吃我們都覺得辣 他說說他不相信 然後他就沾了一口之後呢 他就一整天都在廁所裡面洗他的舌頭 可是你認識的產品嗎 對 我的產品已經沒有人 OK 很好 現在連肉粽都能賣 十年努力終於站穩當地市場 顧客比例超過七成是智利人 不過中國超市學期能力很強 既會複製商品又會低價競爭 要避免被超越 他們緊盯台灣流行趨勢 打出產地差異化 那因為我也會關注當地的Instagram 然後有一些最近在流行什麼 可能韓國的商品啊 或者是日本開的什麼拉麵店啊 新的產品 那我們有什麼商品可以去配合 然後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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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對台灣年輕夫妻 一個學法律 一個學護理 都是半讀出家 隨意熱愛挑戰長鮮 與人互動 加上對台灣食物有信心 趁著親戚在智利經商的機會 來到南美 在地球比端找到了奮斗方向 智利吸引許多中南美洲勞工 讓職場成為民族大熔獨 一間超市就有台灣 智利 海地 維德瑞拉 卻也經常爆發文化衝突 我需要拿黑糖 冰糖 然後還有砂糖 各拿一箱下來擺貨架 那他就會只聽到最後的砂糖 那先搬了砂糖下來 然後我再問他說 那黑糖跟冰糖呢 那他就會再上去拿一次冰糖 那我就說 那你還是差一個 那我就等於是說 一樣的事情 我可能要講三次 四次 甚至五次 他們比較不像台灣 會有老闆跟員工的這種概念 他們比較像是 我跟你是朋友 然後我來跟你一起工作 好處是工作氣氛很融洽 這族群包容之地 也讓台灣的好 更難展露頭角 我們下載的餐廉 其實是著了 我們下載的 搭操 這個 是 我們下載的 下載的